黑色轎车从路口就不断倒车行驶 左闪右闪沿路蛇行 直到撞到围犁才停下来 是什么让他拔车开成这样 仔细看原来前面有辆车逆向往前追 眼看黑色轎车无法动弹 车上两人各拿一直棍棒下来理论 原本以为是行车纠纷 没想到竟然是在讨债 事发地点就在连城路上 可以看到这里的车流量相当大 尤其因为施工的关系 只剩下一条车道 每条这名男子为了要追债沿路逆向追 对方也一直倒车行驶 骁浪危险 事发就在新北市中和连城路上 幸好当时是清晨五点 没有太多车辆 但这画面还是让人看了捏把冷汗 双方公称是工地同事 但黑色轿车车主工程款不够 借了十万元 欠了两个多月都没有还 对方一气之下 找朋友在路上堵人 逆向逼着停车乔债 黑色轿车在倒车闪躲时自撞 不止车头保险感掉落 车尾也凹陷连左后轮都歪了 警方获报后到场 嫌犯逃逸无踪 驾驶则自己走路离开 只剩下车子停在路上 最后又拖掉车拖走 才恢复交通 双方到案后 虽然被害人不提告 但在路上沿路逆向逼车 也被以恐吓及公共危险 最嫌怂败 逆向行驶这种行为 它会让对象的来车 会没有办法预期他的形象 那因为也容易导致 对撞事故的发生 那对撞事故 往往这个事故的严重程度 会比较高 容易导致这个人的受伤或是死亡 根据法规逆向行驶 最高罚一千八百元 造成拥塞或是危险的话 则会被以公共危险罪送办 不过沿路倒车 如果是在弯道 单行道等路段 最高罚一千两百元 不少驾驶在开车时 为了贪图方便或超车 会逆向行驶 但要注意不只会被罚钱 严重的话 更可能会被以刑法送办 TVBS新闻 进入沛宇 新北市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